73. 楚天都市報 洗澡自來水突然變滾湯 2015年7月22日活動跑腿25楚天都市報信前晚九時許 武昌區中山路79號居民王女士正在用冷水洗澡 噴頭放出來的水突然變湯 人被湯料出來 很想查明原因 說起當時的情景 44歲的王女士仍然深有預規 王女士介紹 因為家裡的燃氣熱水氣已經壞了三年 夏季一直用冷水洗澡 沒想到剛把沐浴露打上 噴頭裡面的水突然變得滾湯 感覺當時的水溫都可以泡茶了 王女士稱 她身上當時全是沐浴露泡泡 又沒法用水沖洗掉 只好這樣光著身子跑到客廳 一直到當晚十時許水溫恢復正常 昨日7時40分許 記者來到中山路79號701室王女士家 王女士透露 從去年11月開始 就陸續出現自來水突然變湯現象 有時候在廚房洗菜 水龍頭的水突然變得滾湯 水管摸著也發湯 記者走訪發現 除了王女士家 還有601室的徐婆婆家 501室的鵬女士家都有類似情況 不過 601室王501室的水溫不是很高 可以不加涼水用於洗秀 701室王女士家的水溫最高 三家居民都反映 高溫自來水出現時間不固定 記者最後撥打武漢水母集團的電話 接線員稱如果只有三家出現自來水管流出熱水 那就不是自來水的問題 例如 估計線那裡流電 或者電液水器接錯線引起 武昌供電公司的工作人員稱 供電公司只負責居民加外的電線 室內電線流電可找社區內的電工處理 該工作人員分析 有可能是裝在場內的電線老化導致流電引起 建議居民請電工測試 今日 社區的電工和熱水器維修人員將到現場檢查 查明原因 楚天都市報記者劉孝斌 按 simulate用例電力救助詞 設定在盡量的電匯文化